云南野生军殿下勇闯哈尔滨 东北老铁热情他善 却遭冷漠回应 于是就会有人说他们不懂礼貌 才知道他们从小就接受三生教育 因为生活在边境城市 禁毒反诈 是刻在每个云南孩子心中的信念 云南的孩子好像从小就要学会如何保护自己 他们会将毒品做成糖果 奶茶粉 药片 乃至各种你无法想象在一起的东西 哪怕只是和人贩子说一句话 就有可能被迷晕 然后带走卖掉 在延绵千里的边垂线上 没有设置专门的物理屏障 但是却埋着无数英雄先列 助力着一个个前仆后继的边防战士 而边界线的那一边就是万民悬崖 之前还有人故意带节奏 说云南缅北一家亲 短短七个字 都让边防战士们的血泪付出东流 你没生在云南 不知道那延绵的边境线下是无数英雄谷 你更不知道疫情三年 云南不但躺住了疫情 更牢牢守住了边境线 镇守边关誓死如归 于他们而言 也不只是口号那么简单 一座座无名坟就是他们的一生 云南警察学院的缉毒转业 是全国第一 报考最多的是云南的孩子 牺牲最多的也是云南的孩子 那里也是唯一一个 警号重启四次的地方 当你能清楚地看到 缉毒警的真正面容 这也就意味着 他们三代以内都没有了直戏血亲 他们骂云南穷得跟缅甸一样 却不知二战期间云南是最富有的地方 为了捍卫自家领土 云南祖先们把家底都给捐了 抗战期间 大部分物资也都是云南捐的 50万滇军出兵48万 最小的也才只有9岁 滇军中没有出过一个汉奸 可以说抗战胜利 云南功不可没 云南对敌人的态度是冲锋 你可以说云南人穷 可以说云南人憨 但就是不能说云南人走 这世上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岁月静好 你以为的和平生活其实是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 中国最刺骨冰冷的东北 养出了最阳光明媚温暖的东北人 中国最四季如春的西南 养出了最冷静谨慎理性的云南人 为之全貌不予置平 当你真正的了解云南 认识云南 我不相信你还会如此认为 世界是一个巨大的中国城 冷知识 全世界每七个人当中就会有一个中国人 埃及撒哈拉沙漠里面的 贝毒阴人部落的厕所 中文写着男女 狐狸哥当雇佣必要去原始丛林执行任务 那里店都用不上 除了盗猎和挖矿的 几乎没什么人 结果看到老象在丛林里卖方便面 跑到一座连本地人都没怎么听说的小岛看日出 结果刚坐下旁边就传来好冷啊 旅行夫妇有一期去最孤独的小镇 全镇只有三百多人住在一栋楼里 就这地方唯一的餐厅还是中国人开的 我家这边好多人去西班牙打工开店的 回来的人就说其实要求不高的话 讲中文也能过日子 所谓的发展中国家 意思就是发展成中国的家 去日本旅游 在一个偏僻小巷子里吃夜宵 烧鸡店老板不会英语 我不会日语 我俩鸡同牙讲了半天 最后从后厨冲出来一个听不下去的中国大叔 大叔内心OS 离开了谁还拿你俩当小孩 去越南玩 吐槽饭很难吃 旁边一个陌生人用普通话跟我说 我带的有辣椒酱 你要不要来点 上次有一个博主去一个连卫星地图都不显示的无人岛玩 结果发现 上面有两三个中国人 主打的就是随机NPC刷新中国人 19年 在泰国巴蒂亚的一个海岛上 碰见了几年没见的高中同学 我们两个人对视的时候都不敢相信 韩国坐地铁 旁边俩中国妹子讲话 我默默听着 讲得搞笑的地方 我跟旁边的人都笑了 搞半天 那一排都是中国人 我在日本坐电车去奈良的时候 有一家四口中途下车 单反落在座椅上了 然后瞬间车厢里80%的人对着他喊 你相机 高中的时候去欧洲夏令营 在荷兰参观世界第二大的啤酒工厂 那个老板问我们 谁知道世界最大的啤酒工厂在哪里 我们猜了半天没猜出来 结果那个老板说在青岛 10年去巴厘岛 酒店很多的韩国人 我边吃早餐边到处看 突然听到旁边有人讲外语 不像英文 不像韩语 也不像普通话 然后突然惊觉 那是我们武汉话 你还别说确实有那画面了 路上遇到莫名骂人的陌生人 一定不要鲁莽回击 凌晨跟我男朋友 留完狗进小区 有个男的突然指着我乱骂 我当时都蒙圈了 但是我转头 拉着我男朋友就走了 一句话没说 后面我跟我男朋友说 这时候不需要你来出头 被骂就骂了 也没掉肉 谁知道他身上有没有刀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我舅妈也是 在大街上无故被骂 他回了句 你有病吧 都不认识你骂我做什么 结果就被捅十九刀 最后抢救失败 人走了 所以看到行为举止异常的人 离他远点 被骂也不会少块肉 不要搭理他就是了 之前有个女的推着小孩 和一个男的发生了争吵 结果下秒 那男的直接上手 把小孩摔死了 我有个律师朋友 曾经告诉我 如果遇到陌生人找事 哪怕是吐到脸上 也不要搭理 马上转身离开 谁还记得 晨翔六点半 里面的一位女上 也是被陌生人捅死 没开玩笑 我的一个婶婶下夜班 被一辆车溅起的水弄了一身 然后我婶婶就骂了几句 然后被尾随 砍了几十刀 尤其不要和中年男人 面对面起争执 这批人年龄大 身体也还可以 脾气更是一点就爆 他们属于那种 天不怕地不怕的类型 情绪失控 真的会杀人伤人 我有自乞车 经过十字路口 被一个疯子 拿棍子往背上打了一棒 我直接走了 如果不走 还会再挨一下 打小我爸妈就告诉我 出门在外 遇到言行举止 不正常的人 哪怕吃点亏也不要讲话 赶紧走就行了 因为在乌鸦的世界里 天鹅也有罪 你也许脾气不好 但是对方很有可能是个疯子 不管男女都要注意这个 现在经济形势很差 大家过得都不好 你也不知道 跟你发生冲突的人 经历了什么 所以大家出门在外 锋芒要有 但也要识时务 时刻留意身边人的动态 遇到那种精神恍惚 不正常的 远离才是上上策 你也不知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